大家好,我是张小妹 今天用土豆给大家做个好吃的 清洗干净的土豆先削去外皮 再改刀切成薄片 切好的土豆片马放在盘子里 冷水放入蒸锅,先把土豆片蒸熟 现在我们再准备点配料 胡萝卜切成小丁 准备一个洋葱切成小丁 再切点葱花 蒸好的土豆片取出后倒在一个较大的碗里 借助工具压成细腻的土豆泥 打入一颗鸡蛋 倒入切好的配料 加入适量的食盐 少许胡椒粉 加入适量的干面粉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粘稠的菜糊 垫饼成预热刷油 手上涂一层食用油或清水 取一团菜糊 用掌心压成饼状 用小火烙至一面定型微黄后 翻一下面 反复翻面2-3次 烙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营养丰富做法简单的土豆小饼就做好了 表皮金黄 内里柔软筋道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欢迎留言指导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 感谢您的支持